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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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除了在数学上的路线之外 他会产业促平的奉献 大家最初步就知道 你从中学就学到福利 以前就比较到了西岛之后突然发现的 怎样可以看王冠知道他有没有参与的方法 事实上呢 在西岛里面他有非常少见的是 他曾经参与了设计战胜的这个机器 那么 这个在希腊人 那个希腊人哲学家一般来讲 对实际事物是好不关心的 就这样点开就跟其他的希腊人哲学家有相当大的游戏 那么 所以他可以顺失 你可以跟刚才说这个整个希腊文化 那么从最中间的埃阿尔尼亚 整个立足群 到最西边 这个西西里这边 那希腊文化其实是 在地中海 昌盛 那他的时代 你看到公元前287年到公元前212年 所以这不是罗马 逐渐建立其他法权的时代 所以希腊人事实上就牵扯到罗马跟加拜金的战争 所以其实最后呢 阿尽米的这个手在死在罗马云的手上 那么 那么 阿尽米的触觉上最值得称道 就是他第一个古代的人 他可以去算出 抛物线构成的 那个手围起来的这个体积 好 推起来的这个体积 那他用的手不然是什么 因为抛物线基本上 他不是一个 这个在古代来讲是一个蛮困难的问题 所以他用的方法 实际上 跟今天的所谓的机会 跟想法是很相似的 你想要把这个 圍出来的 体积的面积呢 你要把它是这样 弄成很多长条形 每个长条形 再把它夹起来 好 这个 这个想法就跟现在的机会 但是他没有 当然他还没有花很多的机会 好 那在他的 他的 他的数学的 留下来的 从在古代世界里面很不幸的是他的 著作留下来的 著作留下来的 好 那么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他 第一个他的这个作品 会编转的时候 随时到了空远530年 但是空远起来 2106年 那么随时的事 事实上留下来的东西 怎么样 很多东西也不太安全 所以此呢 安静你的影响力 就怎么样 没有得到他应该有影响力 就是你的著作如果没有留下来的时候 那么 你的影响力就受限 那奥基尼的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是 因为他的著作怎么样 他的著作 留下来 完整的留下来 完整的留下来 那么 所以就是一个 所以此 安静你的东西 事实上在中世纪 由到文艺复兴时候呢 事实上 当然这是长篇段里的显示 但是 实际上呢 很多中的东西 到1906年的时候呢 才被人家发现 在哪里发现的呢 在君子坛 就是以前的所谓的 君子坛地方 就是今天的这个 伊斯坦岛 那么 在那边的竹竹坦 才发现 那这是一个 后面有一个人在介绍 叫做阿清雲的 怎么样 手卷 那 那 那这个等下 我稍微介绍一下 那我才发现说 其实他已经做出许多 他的 他的手 很多的手法是什么 可是这个其实 已经数学已经发展了 都已经 发展了 所以他 并没有发展 他应该有的 的 影响力 那么安静呢 再来 他的 他就是 我们刚才想到 那是在罗马人的手上 那么 这个传续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 那罗马人过程 的路的时候呢 他还在地面上 怎么样 还在思考 在画园 然后 他就对罗马人 说 怎么样 你没想到 你对罗马人的手 你没想到 别跑的 原动画也好 当然 这个罗马人 一刀就把他杀掉 那么 此次上呢 罗马人的 狡浆军 当时是有夏天说 要留他的魔头 我有显然 这个 是以认为 他年纪相当 他死的时候 年纪性 应该是已经相当的大 那么 那么 傳說中,它的這個墳墓裡是在 曾經比較多,這個期待有的 曾經比較多,阿基底的墳墓 它的墳墓就是一個圓,在一個圓柱裡面 有一個圓柱 因為呢,它證明出來呢 這個,我們之前證明說你腳椎的話 腳這個體積是三分之一的 這個圓柱,對不對 但是呢,阿基底能是證明出來 如果你是,你把一個圓,塞到一個圓柱裡面 那表示說,這個圓柱的高,跟這個圓的實際是相同 那麼你可以證明,圓的體積是這個圓柱的三分之二 那麼,當然是其實,我們今天講出來看,很簡單 圓柱的話,假設這個半徑是R的話,是IR 比方,那你這個半徑,兩邊半徑的話,高是R 所以是R,那PiR三方 那等於是三分之六的PiR三方 那圓的體積呢,就是三分之四PiR三方 所以他們這間的體積是六比四,也就是三比二 那當然,那問題就是,你怎麼知道球的體積怎麼算呢 這是古代世界的第一次知道說 球的體積是三分之四PiR三方 本身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研究 我後來我後來提到 那麼,在這邊的話,稍微解釋一下這個 阿經理的手冊的這件,這是蠻遠意識人間的事情 那麼阿經理的手冊,你可以看到這個髒髒的書 這個髒髒的書,事實上就是他的圓感 那道理說,因為古代的書籍都是用手燒的文化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有些書的數量是很少的 那麼很多書呢,實際上 阿經理的書很不信呢,他最能重要的工作 第一個書量,我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他流轉進去部分 在1906年,他發現的時候 實際上,你乍開這件還看不出來 他是插進你的手錶 為什麼呢?一半鐘日記 這都不是一般的詞,這寫在羊皮紙上 羊皮紙是很珍貴的東西 那麼中世紀的時候呢,修大院要抄寫很多 特別是聖經,以及其他的宗教相關的文獻 所以當他們發現,如果是足夠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做的 他們會把以前的這些文獻 他們覺得不重要的文獻怎麼樣 想不到把他上面的字洗掉 然後呢,把整個書呢 很久就錄出來 重新把這個書怎麼樣 書皮整個半解掉 然後整個光過來 然後把上面的文獻都洗掉 然後再把你要塗寫的東西 塗寫上去 那麼很不幸的是阿經理的手捲 就是被這麼舒緩的 所以整個1906年,大家發現的時候 他被發現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事實上 你這個當時是 勉強用作 發現的人用照相機拍 他勉強發現到 在那個宗教文獻底下 有一行乘90度排列的字 他寫的是很淡很淡 很淡很淡 那麼所以呢 這個就是 這個就變得是 然後這個 那這個手捲 後來是怎麼樣 大家有進一步的研究呢 但是後來 被一位埋主 他被拍 他也是很神奇的 不知道什麼 又離開了伊斯坦堡 然後流露到歐洲 然後再被一個埋主門下來 然後他們決定 這個埋主就決定了 就是騙了一些學習界的人來處理他 所以他們就想辦法 用S光 用S的營 S光的營光 結果呢 想辦法 就怎麼樣 把他阿基尼的內容 寫出來 那個最慘的就是 他的手捲 如果是被騎掉 然後寫下去就算 甚至那個古代的宗教文獻 都只是只有 不只是只有文字 還有圖 那有的部分 那有的部分 就被整個 充滿了那種營料 那這個 你基本上 完全看不到 底下的文字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必須使用S光 再來 就像是 這個是一個相當厲害的技巧 然後想辦法 怎麼樣 讓底線 所以底下的那個 墨水是還有鐵子 你可以去追蹤 鐵子所發出來的營光 然後就把它結果出來 好 所以這是相當辛苦的事情 那麼這個當然 那麼 這是假S光銀光的 那所以 所以做得到這一點 是因為 那是摸水不勝負的成分 所以 你可以把它 發出來 光跟其他的 這個 營料的光分開 好 好 好 這本你看 這個是原來的 在 你看看 左手邊是 你榨乾一下手掌 就是你 G5S光處理 你可以看到底下 這樣 成九十度寫的一些東西 這就是阿基里德的文靠 阿基里德的文靠 阿基里德的文靠 那這本書呢 這個大家說 他這怎麼得到他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那 他的一些說法 是不是 吐息到的人 沒有嘗試過 那很心理的 做法 那 其中一個做法 就是說 他可以用概感的原理想像 得到 一個 物體的 什麼 重心的位置 那事實上呢 你知道 重心的位置 等於是 你等於是對 你要 今天如果你學物理的話 你要知道一個 重心在哪裡 你要怎麼去 如果你差 質量是聚明的話 那你要做一些 做一些 但是他聚明的 當時他當然不會 就是聚明 但是他知道說 如果我知道 他等於是說 如果我會 物理的方法 整個到重心的位置 會反過來 去知道這個 是怎麼說 那這是一個 非常聰明的方法 但是對一般西大的人 會有這個方法 感覺太好 因為你用到 物理的方法 都不是在概念上操作 對不對 好 那麼 那麼 那 我們再強調 他 做的簡單 來講 今天所謂的氣溫 但是他沒有 今天的微機溫的話 他在 開始發展的時候 用到的是一個極限的概念 但是其實這個概念 他不用 對阿經理的來講 其實是蠻陌生的 因為 極限這個東西 很嚴謹的 定義 要到19世紀才有 那在17世紀的時候 當微機溫剛發展 就是這東西其實也是常常難看的 物理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阿經理的剛開始做的時候 就是 相當的困難 但是 無論如果他 有相當 他有相當高的天分 就才可以 做到 就基本上是 西大人來講 沒有人做得到的事情 好 好 那麼 這邊是一個例子 我曾經嘗試會介紹過這個可能 相當的困難 所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把這些相關的資料 放在很可愛的那裡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那這邊就告訴你 說 阿經理的就可以證明說 如果你要一把一個球 再一個圓書 你練的箱子 剛剛好 那你會證明說 球的領域跟組的領域 是 PX產品 那這個其實 呃 是一步一步了 我去年 我算是上課 這個就不能 呃 事實上 你可以按得到 呃 這個是 這個只可以證明 你可以 這是一個 呃 你那個 那你一開始 你講到分析過 大家看 這是一個圓 然後這個呢 就是圓圓的畫一個 這個東西 那它的設計是怎麼樣 這個 這個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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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s 等於 xs 因為這邊如果這樣就一般的話 這邊1比1等這邊1比1嘛 對不對 這邊的比 既然這邊是半徑的話 就是半徑的路增值 那這一段我們取它的重點就是半徑的路增值 所以 qs 等於 x 對不對 所以你要發現說 ns 乘上 sq 呢 那等於是 帶進去 ac 乘上 ns ac 乘上 ns 的話 其實是 這是半徑的兩太惡 這是半徑的路增值 是長生的 r 平方 r 平方的話呢 就是這個半 a o 的平方 c a 乘上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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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a q 的平方 但這邊的話又是 直接取得取 a o 的平方 知道嗎 那麼 c a 乘上 ns 因為 a o a o 乘上 ns 對 a s c a 乘上 ns c a 乘上 ns 游上 ns mcc c a c a 33 a o oh 這是在這邊可以集合的認證 你看CN對上AO 這裡是L對上X 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個角度跟這個角度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呢? 你看這個角度可以到是這個 這個角度可以到是這個 可是我這邊是終點嘛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都不一樣一樣 所以這個三角形 所以這個三角形 現在是三角形 所以CN是AO平方 這就是三次的角形 AO平方呢 等於OS平方加SQ平方 那為什麼呢? 因為AO平方有必須定義 是OS平方加AS平方 可是AS平方比QS平方 對不對? 因為AS比QS 這就是OS平方的SQ平方 好,然後接下來呢 HA等於AS1 HA 好 好 我們現在的另外一個都來 都要很認識 AO平方的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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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兩個都來 我們現在的P 好,我們現在的P AO平方的NH AO平方的NH AO平方是X 1s0s3x4 xv4xv4xvmx4xv5xv4xv5xxv4xsv5xv6xv5xv5xv3xv5xv5xv6xv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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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v5xv5xv0xv5xvx5x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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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xv5xv8x诶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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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nananons чуть欧 MH平方 DK MH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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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平方加SQ平方 然後這邊的話 MH平方 MH平方 NH平方 MH平方 MH平方 OH平方 OH平方 我這邊是OB OB是OAS 所以 這個課程詞 這個 A對0 State對0 MH平方 比賽OB 舉白 Guys, this is coming again 但是你可能想說這個結果在幹嘛 你看哦 所以這個時候你應該想像到說 我這個圓啊這個球放在這邊 那我知道它的重心在這裡 對不對 一定在重心在中心 那麼從剛才第一個步驟的時候 我這個部分呢 我們剛才那個部分 你就會可以知道說 這一段 Siga Alpha 對上 Alpha Sigma 這一段的比例呢 就等於是 OK 這個可以學習到 這個可以學習到 μ乳的平方 啊 μ乳的平方 對上 O Sigma O可新平方 加 Sigma I的平方 好 肉排 肉排 肉排的平方 對 這一段的平方 加上這一段的平方 為什麼 好 好 所以接下來呢 Siga Alpha 對上 H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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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個圓柱 圓柱的那個這個值 就等於是這一段東西 如果肉現在是把它換成180度的話 那是不是就等於一個Sircle 對不對 你看層上排 這邊是這一段的 你現在排一個走到那邊 半肌是他兩位 這一圈 這一圈的面積 Sungle 上面有大流數的面積 底下這些 是Sigma O 這一段 的面積加上 Pi Omega Low Pi 那等於是怎麼樣 這個是 等於是圓的面積 再加上這個圓錐 有沒有看到這個圓的圓錐 圓錐就是圓的面積 對不對 那個圓那個切片 切片的圓的 那個球的切片的面積加上圓錐的切片的面積 等於是大圓數的面積 唉 他們可以 好 但是呢 這兩個面積的平等是什麼 這一段跟這一段差不多的 接下來呢 既然是知道的話 我現在 那就是 你可以把它畫成這樣 那你就是 你用蓋的圓錐嘛 你用蓋圓錐 你就可以想像說 我把那個大圓的面積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把那兩個小的面積切下來 假設它是用資料去相同的東西做成的 很薄很薄 放在這邊 那這樣也會輕易平衡 對不對 OK 好 所以現在來到重點 重點是 你每一天都可以這樣做的時候 你每一天都這麼做的時候 你把每一天都 都來 都放在一起的話 這邊就應該是圓錄嘛 的體積嘛 這邊就應該是球的體積 加上圓錐的體積嘛 對不對 好 那他們之間的 這個體積的比 因為他用質量相同的東西做成的 這個重點很 那你就可以用蓋感電力 好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把這段比到這段比例啊 那等於是這個體積 加上這個體積跟這個體積的體積是二乎 重點是二乎 你切一片的時候是可以成立的 你每一天都成立啊 所以現在我們每天都把它把它貼上去 對 把他體積上去 好 所以這就是危機 這檢控的時候 那就是危機 把他加上無線 我然後把它黏回去 然後他現在用的是比例的概念 就是他知道圓錄的體積 他要知道 那時候如果知道圓錄 跟球的比例 就ok了 那他就可能要上一個大量的關係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的工作就會簡單了 因為你知道那個腳椎的體積 是原素體積的三分之一 所以你幹定計算 你就知道球的比例 是那個原素體積的三分之一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很簡單 好 那這就告訴你西藍人的一個方法 西藍人的話 他們這些數學片建構在很多比例 很多程度上是建構在比例上面 所以那個三四相角其實很重要 那整個這個球體積的過程裡面 他其實沒有直接球體積嘛 他是球面積 他知道面積的關係 但是如果一片每一片每一片 你都可以找到這個關係的話 你可以想像你把它消成無線 然後都有在一個方的側面 這樣放 他都是想像 這樣想為為止平衡 那你每一個都消下來的話 把它放到面上去 這就是 好 好的 所以呢 這點就是 那麼這 這這邊的話呢 就順便的理想 據說他曾經 為了聖略九十呢 因為聖略九十的話 他是站中 他曾經提過呢 他曾經替這個聖略九十的設計 是在戰爭的景氣啊 然後呢 其中一種說法是說 他用一個蓋桿 齁 把對方的腳也 給他 拉 拉 掉上來 然後翻 那另外一個呢 是說他用鏡子 然後怎麼樣 聚光 然後把太陽 都聚集起來 對他的 傳給 龍馬的船 燒給 那這個呢 後來有人去試啊 摸不太想通 就是 有他的困難 這個傳說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這就是 呃 我們介紹他的經理得啦 介紹他的經理得啦 那阿經理得可以說是 古代數學的最高 但是他也是一個 他的影響力就沒有很大 影響力就沒有很大 但是 這不怕一個 不是很可以看到 現在世界其實 有發現一個極限 嗯 聰明絕對的人 幾乎可以要跨過的極限 但是通常在裡面最好是沒法過去 那他們能夠處理的還是有限 還是有限 所以你可以講 那希臘人沒有辦法去處理 數目是不均勻回憶 你知道嗎 那數學有一點點重 他們從來沒有辦法 就這樣 這東西就是無極版 所以說 危機都才能處理 這樣 那為什麼這陣天過去 有回憶 因為不知道 希臘人 實著在語言上面 但是他們用 想用很多方法 用一個去 去描述不均勻的運動 但是實際上 不均勻的運動 你必須直接變回它 所以這個是現在的 對學看到的錯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好不好 那麼 前面講的主要是 前面那一章講的就是 希臘人發展出來幾何學 但是這些幾何學呢 對希臘人 哪裡才是他應用的地方 你可能會很驚訝 他會在古代來講 天文學跟幾何學 是一有二有一的故事 所以 在希臘時代 比如說 在現代之前 希臘人 當他在講 特別講 Geometry的時候 往往連裡 都會相對 直接提到 astronomen 對 那麼多年天文學跟幾何學 是一有二有 一有 對我們來講 這樣 我們天文學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物語簡相 但是希臘人不覺得他是一個物語簡相 他說往那裡是一個完美的幾何世界 幾何學是用在天體上的 所以他們也用這樣的想法天體 甚至就是見過了一個 第一個 人類的宇宙形體系 神奇的力量 或者是外加的這個意志 都沒有 幾乎都排除 那這樣子的一個偉大 是因為我們天生的 就是在亞歷山作成發展出來的 多樂密天文學 那麼亞歷山作成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 他是亞歷山 但是亞歷山大 開始蓋的時候 他就繼續東征 所以呢 真的 亞歷山作成成為 地中海世界的 就是西方整個西方世界的文明的中心 那是因為 托洛密王朝的努力進行 托洛密王朝 那麼 在其中一個 但是在 亞歷山作成的最出名的東西 有兩個 一個 一個就是他的燈塔 那我們知道 希臘世界有所謂七大起關 那這七大起關裡面呢 除了金字塔之外 其他都沒有 都現在都看不到 那壽命最長的當然是金字塔 壽命第二長的是什麼 就是 亞歷山作成的燈塔 他一直到崩 他一直到三世紀的時候 才因為地震都會壞掉 事實上 在地中海附近 你們發現 事實上 地震非常多的地方 特別是西大 多或其他 這些地方 他一直其實地震也很不錯 所以能夠 真的 其他習慣 大家都被 大部分都是被地震 給搖壞 那亞歷山作成的燈塔 這張的開幕 還有我們故意舉 都說亞歷山作成光 這是我的 可能又在雙關語 就是市面上 離開亞歷山大的城 是一個非常繁蕩的城 茂密的城 所以他有很多的船 都挺高在亞歷山祖 所以他有燈塔 但是另外亞歷山作成 也成為是古代的我們一個中心 所以燈 他發出來的光是知識的光 知識產的光 所以亞歷山作成 除了燈塔很出品之後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也很出品 這是他的大頭 大頭 那麼這個 最近的話 就有些人在一些海洋的 海洋的陶谷學生 都去努力去打撈 這個亞歷山 今天的亞歷山 沙頭城外的那個 海灣 就是海洋的陶谷 想要更了解一下 這個 古代的亞歷山作成光 那麼 那麼 作為一個貿易的中心的話 你可以想像得到 是在河南 他是一個 不同民族 互相怎麼樣 混合的一個地方 混合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地方 主要有亞歷山作成 主要有三個民族 主要有三個民族 這很重要 一個人 他有埃及的人 第二個人 還有希臘人 第三個人 最特殊的是 他有許多國泰人 因為 尤丹人呢 我事前已經過了 那麼後來 他們被亡國以後 後來有回去 耶路山的城 可是也很多人沒有回去 那他們就是怎麼樣 在外面 就是繼續在其他的地方 那後來很多人 他們以經商為主的話 很多的猶太人 聚集在亞歷山作成 亞歷山作成 亞歷山作成 是古代世界裡面 有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猶太人的社群 社群在那邊 傳說中 這個旧約神經 就是在亞歷山作成 第一次從猶太的希臘 希摩拉文 被翻譯成希臘文 叫七十四億文 為什麼叫七十四億文呢 傳說中只有七十個翻譯的文� 但是呢 同時受到聖靈的感到的翻譯 我知道了 聖靈要不要相信是在 但是這倒是不錯的 這個禮 那 猶太人 他不僅是就是 停留在那補子 在那邊經商 猶太人是 事實上真的很 跟在 每種不達明亞 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元素 所以他們也帶來了 很多古老子的文明 跟著他們一起 然後希臘人在那邊 那原來就在那邊 就在那邊的愛情人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 民族複雜的地方 文化上也非常複雜 事實上 在宗教上 他也是一個非常 佛藥的一個地方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發現 早期的 許多的重要的 這個基督教的作家 他們都是從 亞歷山說成 來的 亞歷山說成 出來的 所以 當然 文明要產生的話 文明要有進展的話 是不能提示的 古代的文明常常很容易提示 因為他基本上 怎麼樣 他並不是一個公開的東西 古代的學術活動 絕霸多 就具現在 一個非常窄的一個圈子 很早會有興趣 往往是複傳子 直傳順 對不對 在這種複傳子 直傳順的時候 當然不太會有放棄 而專心的話 就找不同的 人密實在一起 得到不同的刺激 學習到新的製作 從彼此身上學到一些的東西 承認新的想法 這是一個 基本是人類的認為 一個 要發展出學術活動的一個 必然應該要有的表現 必然要有的 好 好 那麼 當然 我們講一下 亞歷山作成 誰就是在亞歷山作成呢 好 報經理人 好 好 是不是 那麼 我們講過亞歷山作成 你除了藥神 你還有書啊 特別古代的書 是很珍貴的東西啊 那我並不是說 這不像是那個很好的 你要知道 這是印象術發展之前的時代 那麼沒有 所以這些書都是手抄狠的 所以 亞歷山作成的這個 魔物館 譬如說是這樣 他當時甚至會怎麼做 這是據說 這個 你可以看到這個 亞歷山作成的整個 國武 亞歷山作成的國武 在古代世紀裡面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 那麼 那麼 他呢 這個 當時就等於是亞歷史作成的 有一個學生在那邊 上面去收集各地的書籍 收集各地的書籍 那 事實上呢 王氏也怎麼樣 很積極的在幫助他們 去搜索 那 任何一艘船船 如果上面有新蘇洛蛙呢 就會 他們會上去檢查 把代子查危機的營養 看到蘇洛蛙 把他拿去補充版 那我就是 那我就是抄完一本呢 以後 他把抄的那本給你 把原來那本留下來 好 扣留了 好 好 那麼 不只是 這個亞歷史作成的書籍 不只是 就是典藏了許多重要的書 那你這樣不戴了 尤其是像美朗布塔利那邊 很多非常非常古老的東西 就收藏在那邊 那希臘的也已經在那邊發展出 那時候人工人以前才買多年 希臘的很多著作也都出現 那所以整個是古代世界 西方世界 西方古代的學術者 的東西都在這裏 那不只是這樣 他這邊 除了 儲存書籍之外 還要怎麼樣 提供一個場地給 學者們互相的錢索 互相的錢索 甚至你可以在那邊 住在那邊 建築在那邊 那麼 所以他等於是有一個 research 意識品 不一樣 那真的是一個人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 在教育的氣氛之下 兩利三國神是有非常 能夠照亮 將知識之光 很道路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也就是托羅密王室的支持 然後提起他引來的這個 大量的貿易帶來的這個 五五書籍的就是教育 這些都是不可歐選 這對國代來的 非常難和的事情 好 那麼 這次呢 剛剛這個 並沒有了 這個 隨著古代世界的分解 事實上 亞歷山多成一直還維持他 一定的第一關卡 那麼直到 他在公元626年的時候 曾經被波斯 注意這個波斯 不是原來講的亞卡班人 地國 是上三民王地 是第二個波斯地圖 所以就佔波 但是 生著 事物品德山班 在公元641年的時候 阿拉伯人進入到這個 那麼 所以很孤單的學術 基本上在那個時候是平白 好 好 好 那麼 那麼 下一個 好 好 有沒有那個看看 那麼亞歷山國神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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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在 羅馬帝國的後期 甚至就是 等到 西羅馬帝國 瓦解到的時候 東羅馬帝國 跟 波斯地圖 還是都在增長 那麼 埃及呢 其實 本來是東羅馬帝國的一部分 但是呢 事實上 因為宗教的因素 嘛 你所謂的 一神 一神 派 跟 吉斯坦 靈寶之間 彼此路上的爭鬥 所以 呃 有時候呢 這個 埃及文獻不到 多士人的手上 你知道最後這些 這些 真正靈異都沒有 因為教了 都沒有641年的時候 新興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 很迅速的 就這樣 波斯地區 東羅馬帝國 出了 希臘版本來的靈魂 很快的 可能 也在這個時候 一般 顯性在這個時候呢 呃 凱利山大人 武術很快 那也有人說 之前 更早就會回家 身上 呃 他曾經 凱撒 我們都知道 凱撒 跟克力拉貝特拉 對不對 都不死 凱撒 後來追到 埃及去 那埃及去的時候 呢 克力拉貝特拉 跟他的 避體在征堡櫃 他牽著到裡面 發生的戰爭 在那個過程裡面 當然就 改善他成了 那埃及 但是第一次沒有禮票 那知道 當然後來怎麼蓋 但是 伊斯坦來了之後呢 這次就沒有再怎麼蓋 而且呢 更糟糕的事情 在接入伊斯坦之後呢 這個地方 是其他重要性 所以伊斯坦 都會選擇 其他地方做的 所以 這個 那麼 那個 雅力三桌子的 重量性就慢慢消失 在14世紀的時候 他的故法就壞掉了 那18世紀的時候呢 歐洲人重新再去埃及的時候 那 雅力三桌子的紀錄已經沒有很重 是一個小女生的 那 拉萊以為他前天是 西洋選出中心 過去的揮旺 那 其實在這邊我們特別要提到的是 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環境之下 運喻了 叫波洛丁的用語學 阿 雖然他跟黃氏的名字都在波洛丁 但是他有黃氏學者 這個學者還在研究 但是我們應該沒有 那 那 他的 聲明其實也 總是 不帶來很難的 通常都要跟你們知道 然後他的時代是在 這個 公元後90年到198年 所以他的時代已經是 羅馬帝國的時代 羅馬帝國的時代 大家可以知道 西藏在公元前44年的時候 被暗殺 經過14年的內戰 所以在公元前大概是 約27年的時候 安東寧跟克里亞為他 跟烏大尾的決戰 烏大尾的盟斗 其實到公元2世紀的時候 就是羅馬帝國最強盛的事情 所謂的 五個號號 帝國前第四期 他大概是在那個時代 這個 這個怎麼樣 好 那麼 所以呢 這個時候 埃及是 等於羅馬帝國 一個非常 在創造出來的時候 羅馬帝國裡面 一座閃耀的 那麼 埃及是最重要 這不在世間 最重要的一個 很重要的 不然就是因為 他是整個 羅馬帝國的 大聖場 如果 開啟 產生的糧食 沒有辦法 其實的 透過帝國版 運輸到羅馬帝國 就是羅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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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一個 沒有辦法 那麼 他的生平呢 啊 實際上 我知道很多 但是我知道他的著作 他的著作 第一 很重要的 叫做 好 那麼 那麼 我發言 我先講 郭東京的歪文 郭寶正 對不對 那 A L F H E S T 那他的意思就是 傑作的詞 AS的詞 然後 還有一本叫 Giobro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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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就是 DNA型 對不對 那他還有一本叫做 Aquot Telus Mica Martica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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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他其實就是 整個世界還有很多的 很多的 那這個就是 他不只是研究天文學 他跟戰衣室有 非常全面實力的研究 好 那這個古代艾 天文學 就知識整備上 天文學跟幾何師 常常放在一起 可是實際運動天文學 會有什麼東西 運動在一起 戰衣室就放在一起 好 所以 這些東西都很一樣 其大成於 托洛碧的身上 那大概這些畫像也沒當成 那畫像都換來換 希臘人的畫像 有留下來 除了 羅馬時代的畫像 除了他們 有雕工 但是畫像中 他們沒有肖像化的 那托洛碧呢 是第一個 但是 絕對不是對於 這個 不忘了 折射 有興趣 因為 事實上到底在觀測的時候 考慮到大氣場的折射作用 你會發現 有時候有培養會故障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故障 要把它 怎麼樣 修正過來 這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不容易的事情 這實際上是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這工具有感激 不要忘記大氣場 常常會 有很多的 在貴的畫質的運行 比較多的 那麼 他也能曾經 呃 在 那這個當然好像是 他也有 他 開 他不只是一個其他人 整排很多的其他人 也是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 這個 這次呢 到頭來最多的 一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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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 影響世界 影響一千年 以上 啊 提供了 當時的 最先進 最科學 也是 跟 預 觀測結果 最接近的 一個 提供這樣的一個 模型的一本書 啊 啊 啊 那 那 這本書 可以說是影響歷史 非常的巨大 但是 是一本 今天沒有人會去唸的書 除了一個 是中文的 那這本書 特別是在中世紀的時候 會不會提到 在中世紀的時候 這本書是怎樣 就一次又一次的被翻譯 啊 造成 的影響 因為要讀懂這本書 你實際上要 有需要加上 成功的數學姿勢 這在中世紀的時候 幾乎是在那裡 會看的東西 啊 那他的內容是什麼呢 啊 啊 啊 是 五代留下來 一個完整的 那麼 那麼 所以 延伸 讀得懂的 天文學的一個 這個 那他平台裡面 很多的資料 甚至上是從 八流的事情 就開始了 那麼 在這裏面 是知道 我們知道 之前聽過 我幫你們的天文學 很多時候是 就跟天窗族的天文學類似 主要都在算 天文力算跟怎麼樣 即休莫佛 所以他常常是 很發展出很多代字的手法 在計算 但是他不必要 提供任何的動詞說明 來 你就 你只是 算他了 那麼 西亞人呢 就慢慢他們 知道說 都想要提出一個 集合的模型 對不對 但是這兩個東西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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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他的 齁 當然 他的這個 天文學的 他的模型 就是 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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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新 這我們已經講過了 跟 向來在西亞人 西亞人的學術來的 那 那 同樣 也包含了一個 心理 我們講過心理表示 你在做天文車 非常基礎 但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因為這東西 你手指做不定 就是要準備 就是那些體質 大家知道才比 你們新聞基礎 來去怎麼樣 分測行星嗎 那 當然 那 GASTER 重要的東西是 他能夠去解釋那些 相對來講 非常複雜 而不規則的行星運動 合而在行動裡面 沒有任何層面的成分 那 完全是用 希臘人 可以接受的 圓的運動 來去運動 那我們之前 講到 Utelsis 但是Utelsis 並沒有做到 在那種很完美 因為 Utelsis 並沒有 並不是一個很好 我看設計會減價 所以 他是批一個 成功的 你當時的 社會的經濟度 來接受的範圍 他的確 都應該要幫忙 解釋這些選擇 那 這個是一件偉大的文章 好 當然 他的心表一般認為是 應該這麼行 都是 Ipacus 這個結果 那 後來 有人懷疑說 他並沒有 真的自己去測量 可能都是 將 Ipacus 的結果 怎麼樣 轉換 轉換成他的 那 但是這個是 做不做 會議 因為他到底怎麼去 因為他們的尾度不一樣 怎麼去轉換那些結果 沒有那麼有力 好 那麼 他們裡面有 提出有48個星座 那今天我們知道是88 這是現在星座的 或者西方的獅子 那麼這本書呢 他一共有三個 三個 不可忘不出 你知道 他有什麼 這樣跟命選一樣 應該是要命選 吧 他 就 分成一個 一個 一個 那裡面呢 九萬呢 第一個就是 介紹他的一個大感 就是 天底的 圓形 這個 Eutasis 這一套天底的模型 那 第一種在中間 那第二本書呢 就在討論的是 很新的 中式運動 一般三本書呢 討論的是 太陽 所以他討論的是 一年的長度 太陽的運動 以及這個 以及這個 他在這裡有什麼 提到那個 impact的 這個 穗差 甚至有公式 這個穗差 他開始補大 所以說 你都要把他 考慮進去 這些 你實際在觀賞的時候 這些都要考慮進去 對不對 那第四個 跟第五本書呢 主要在討論的是 就是月球 那 討論的是 這個 月亮的市場 啊 月球的運 近日點的運動 啊 等等 那 月球的話 觀測上是最容易 最容易觀測的 太陽石 非常容易觀測 月亮是我們的 data 觀測最窮 也要去最 最 data 最多的人 可以嗎 最小 對不對 所以他來 第四個 那第六本書呢 就是主要在討論 日式跟月式 那這樣不再來 來想辦法很重要 使用上 但是 在這本書裡面 有一個 其中 在模型裡面去解釋 日式跟月式 是什麼 那麼 怎麼去計算 那麼 第七本書 跟第八本書呢 討論的是 那 我們今天所謂 人心的討論 它包含一個心理 那麼 第九本書的話呢 主要就是在討論的事情 就是行星 所以 第九本書開始 來看行星之方 然後沒有 是討論水星 第十九本書 是討論水星 第四本書 討論的是 靜星跟火星 第十一本書 討論的是 主星跟火星 那麼 第十二本書呢 是在討論 行星如何能夠 產生什麼 逆行 那麼 第十三本書呢 是在討論說 這些行星 怎麼 天體 什麼時候 他 他 怎麼樣的偏禮 往倒面 那麼 當然 我們都知道 行星的運動相對來講 是真正的討論 既然沒有 怎麼做出運動 都最差 其實 沒有太多的 什麼東西 不再 就不再來講 不再來講 所以怎麼去解釋逆行呢 那麼 那麼 鴻龍兵在鴻龍兵的模型裡面 讓我今天知道 地形很容易結實 因為 太陽跟其他星星 造成一種 有相對運動的方法 但是呢 在西方呢 他怎麼去解釋逆行 你看 你可以看到到這邊 一個簡單的狀況 對不對 所以呢 簡單的來講就是 只要你讓行星 在一個 你如果到行星 在鴻龍兵的運動 你當然會跟他一起 但是呢 希臘的說 發言的這個 所謂 就是呢 我那一個圓呢 圓星呢 沿著一個大的圓 圓星上面 軍領的運動 那我現在呢 在這個小圓上面 軍領的運動 這都是兩個軍領運動 疊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發現說 這樣子的運動 然後呢 如果你在地球觀察的時候呢 的確可以展開的地球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寫實力 在這樣的東西裡面 你一定不敢去 就是 那 但是呢 啊 第三 你用這樣子簡單的模型 去比達 你對天空的不一樣 還是不對 所以這樣呢 希臘的 因為發展 大家都記得 叫什麼 S S S Trentis S Trentis 是什麼東西呢 他們就發現說 啊 因為頂班先生說 你根本不可能 頂班呢 他們發現 要怎麼樣 其實花很開 其實不是均勻的運動 有10塊有10塊 那這個不容易 因為想知道 我帶你怎麼去一樣時間 我帶計時的 的器物其實是很清招的 所以一開始人在計算時間是用天體 是用日月的律行在計算時間 也就是假設它是均勻 也就是說人對自己的技術技巧 大概有聽過說 他才能夠去發現說 原來這些星星的運動不是均勻的 那不是均勻的那怎麼辦 其他人會發明一個方法就是 其實是 如果我讓這個星球還是均勻的運動 但是它不是對的遠心是均勻的 它是偏離遠遠心的地方是均勻的 那你會形成什麼樣子 你可以看得到這個動法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會可以發現 從中心點來看的話 這個看得很不均勻的運動 但是你還是可以 你只是它其實是均勻的 只是它均勻的相對的任何領域 必須帶來的地方 所以這是accentralis centralis它就是中心at 就是out的意思 out of center 對不對 那麼這個其實還不錯 所以你必須發展一刀 那他們就出來的eq eq的事實上 是polo mini 應該是polo mini出來的 這個是大家後來 後代人一直都要 滿面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呢 voodoo boloolutions bolo mini S Ross 有 t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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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那種地球 地球 阿嬤在上面 這個叫Equid 所以Equid 阿嬤不能說 你這個幾何的重心 那地球是偏離幾何的重心 但是行星並不是對著地球做均勻的運動 但是對著 另外相對的人可能做均勻的運動 來用這樣子去形式 那這個當然就是很重 平均後代很多人對拖勒幣的系統出滿 就是這個過分人工的一個 那感覺就非常 有點牽涉的一種作品 但是實際上它跟天下的運動是相當的長的 位置的人很遠 那你看 那這個你可以發現說到了莫洞幣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技術性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複雜 那麼莫洞幣裡面呢 阿嬤在裡面描寫說 他就講 因為黑巴克斯呢 他是怎麼去量 怎麼會發現他這個所謂的 Section 就是睡長 但是這邊還有一個特別的新的 是品牌的東西 所以這個我們也講過 那當然他也這個馬上就 你如果有睡覺的話 你也發現他說 事實上 每年的春分點事實上 你才會有所不同 也就是說 違規你的等級點 其實也會有所不同 那 那當然你會發現說 這個睡覺的每一個時機 都不當 所以是一個非常嚴重 下一個 對不對 那麼 托洛幣呢 托洛幣去解釋最差 他當然他發現 他也是追隨了 但是他有更進一步的 他自己 他比如說他自己的觀測 他自己的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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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照 一托洛幣的數據 那他們兩個之間的實在差 大概差到265點 所以我們這樣去托算 這樣子去托算 那麼 所以他 他就可以把 那這個 所以他的心表 他這個 他的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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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很多種種種 變成這樣 然後再打了這樣子 那 那問題就是 你怎麼形成最差的現象 因為 托洛幣他做 但是要描述這些天文的現象 是要明明做一個 模型的幾次的這些現象 對不對 所以他呢 把它設定是一個 地球 這不是地球 我們今天當然知道 所以他就是地球的直轉轉在道 但是在 地心的系統裡面的話 地球是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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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星星在動 地球是不動 地球不動 如果地球不動的話 那裏面可能有睡覺的話 還是設定是天球在動 天球在動 天球在動 那 所有的 每個星都 這個 外面的那個人性 他的天球 也要有在 他不是單一個接手在動 他還要一個 第二個接手 好 那麼 這個是 我們今天知道 睡覺的話 是 這個動作 你可以表現出來 現在 我告訴你 這個 我們聽到 這個 呃 你的這個 4 star 以及 新的 定位置 都會改變 所以 當然 你周圈點 一直在改變 周圈點 一直在改變 那麼 我們以前設定好 我們周圈點應該是 我們好像做的開始 是 我們只能正直 真正 當太陽的位置到了 在黃照的位置 經過 我們好像開始的地方 是周圈點 可是今天的周圈點 實際上已經不在 我們還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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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練大學的時候 我剛才會問我說 欸 那你這樣你們的天球 都全錯了嗎 我們甚至沒有 蛇不住 可能還要講什麼 我當時還要講 那就完全沒有影響 欸 對我 那這個當然是 這個是很虛偏的問題 你知道我跟黃燕做的 就是這樣 等三十二分 那你對一個 或者是 出門點就可以 那我當然 我們的立法設定 就是 出門點的 是其實固定的 對不對 這是要調整 好 那麼 那 當你的Data 最好的時候 你都發現 你的模型 常常就會 很不對 你讓你的模型 能夠混合 你的視訊的時候 那麼 在當時他們怎麼做 會放越來越多遠 越來越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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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開始呢 那 但是這個當然是 相較起來 比 NUDOS 其實呢 系統還要進 對不對 那麼 他放一公分了多少人 每一個 在他們的系統裡面 射想是 每一個行星在自己的 都有一個 都在他們自己的 這個 球上 天球上 好 但是問題是 有什麼 好幾個天球 好幾個天球 那麼他就有第八個球 來解釋最章 第九個球來解釋最章 一開始的設定 好像是八個球 包含這些 這個 動的很新 但是接下來 是用第九個球 然後 來解釋最章 然後最後 來放下第十個球 來解釋 相對於 王道 面子的面子 甚至有 第九個球 那 就是說 你為了跟數據 穩格 你的模型 時必是 如果都在錄影的話 時必怎麼樣 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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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知道 所以他的話 知道很簡單 什麼地球是轉圈 他 隨著地球的運動來講 他會 他會有一點進動 這個是可以勝出來了 那 所以地球 既然會動的話 這個 是轉圈會動的話 這樣子 你所謂其心 所謂是動的心 就是地球 地球之轉圈 推到到下 能讓你回頭 到那些什麼 事實上 還有更複雜的長動 但是更複雜 好 那現在就來到一個重點 那這樣一個看起來 非常合理 說普適的一個 一個 天體的一個體系 似乎沒有什麼好抱怨 對不對 一方面 跟這個實際的 有關的這麼複雜 然後 理性 這又是一個理性 充滿著理性精神的一個 天體系 對不對 好 是不是一個希臘人 可以看一下來講 那當然 希臘人心目中的世界的size 因為我今天想講 比較小很多 比較小很多 那麼 那麼 他們大概知道說 太陽跟月亮的距離 是59倍的地球半徑 但是他們以為 地球跟星星的距離大概是 20倍 2萬倍地球的半徑 很不幸的是 差一點 差一點 事實上 星星比他們想像的人 來得更多 那這也就是 為什麼他們一直 會把地球放在這裏 他們根本壓根的 沒有想到說 那些星星 其實那麼遙遠的東西 那些星星 是那麼遙遠的東西 那些星星是那麼遙遠的東西 所以 他的整個 旅動畫 其實他是 相對來講 這一個 完美 4B 有點太小 那麼 有一個 這個要講講 好像很抽象 但是有一個東西 事實上是可以 某種程度上 給各位 給各位一個印象 就是說 因為其實 對他們而言這個東西 是很實用 而且他們用一個 他們有古代的一個 錶 好像鐘錶一樣 那這個是在 這是打號出來的 31900年的時候 打號出來 叫MT Kindela Machines Machines 大家其實看起來 就像是一個 很多 機械的 齒輪 就是之類的東西 大家在說 欸 就知道有什麼動作嗎 那後來 大家就慢慢理解到說 它其實是什麼 是古代的那個使手 它不是單純的使手 它是這樣的 可以去 魔理行星的運動 所以它其實是很有 那上面還說 這個是 2022 那是每一次什麼時候要走到哪裡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你可以看到 那一陣子的機構 好 天啊 那你不叫活著周管人 也就是說 它就等於是把 TOMMED 這一套的電池 很具體的 用機械的形式表達出來 這是實用上 只可以用的 那所以TOMMED 這個系統 不是體式而已 它事實上 照著它的這樣 能夠去算的話 你應該可以 預測所有行星的可能性 對不對 好 那你不得 照著算就對了 那當然 這是一件 不行的事情 那它其實是有 面跟外面 然後 然後 告訴各位說 在其他世界裡面 這套東西 不只是一種 對天體的這些思維 它不只是一個抽象的系統 其實它們是提供的是一個 洗完的系統 其實是可以 具體化成機械 機械 機械化成 機械化成 那甚至有怎麼樣 可以發完 這個 所謂的這個 可以 那可以 估計月時 日時 等等 是一個非常 非常 壓不起來的 好 好 那麼 看起來 在希臘人 這個好像就已經完成了這個 整個 整個聯合選手 的 反正都剛剛做完了嘛 那實際上當然不然 我今天對角度來看 他們的聯合選手 完全不正確 那在 我們現在的 聯合選手 跟 我希臘人聯合選手 其實之間 還有一段怎麼樣 你看 有沒有中間都美食了嗎 我們進來 那中間的這一區 其實是很 我想 在台灣的一般來講 比較少 少的距離 就是 伊斯蘭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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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大家心目中 伊斯蘭 尤其大家21世紀 就是 給你一種 很落實的 很野蠻的 一個印象 但是 這個 很不幸的是 這個印象兵器 是很正確的 至少 在歐元八世紀到十五世紀的時候 伊斯蘭 曾經是世界上 最經過的文明之一 原因 以西歐文明 跟中國 可以並假期間 有一部分 甚至比中國 可以多秀 那麼 這個可能大家有 要知道 實際上 阿拉伯 特別是阿拉伯 阿拉伯人 在西歐的文明 是拜年 非常衝浪的 角色 我們都沒有認識 那麼 主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呢 他們 是 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國安前國廳很低落的時候 國安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 他們幾乎征服了 大部分的什麼 除了西歐以外 大部分 西歐以中歐以外 許大部分地球的 有成 有人認識都認不征服 你知道 中東阿 中亞 北非阿 甚至叫 中南亞區 中亞是一個非常廣播的 一些人域 在這個人域裡面呢 人與自由的流通 商人 貨物 所以 一樣 就是帶來 你會發現 國民資料的 自由的流通 帶來貨物的流通 帶來自私的流通 概念的流通 所以譬如說 印度的很多數權益 阿拉伯人帶到歐洲去 所以被叫做阿拉伯俗 是阿拉伯俗子 我現在印度俗子 是印度俗子 對阿拉伯俗子 他叫阿拉伯俗子 歐洲是從阿拉伯俗上學 阿拉伯俗子 阿拉伯俗子 不是單開 只是扮演一個 知識的傳輸者的角色 他們也有所抱歉 那 他們扮演一個 知識的傳輸者的角色 是很重要的 不只是 傳輸俗子 不同地方的知識 到另外的地方 同時 最重要的人 不是他們承接了 古希臘的許多的學術 而轉手給西歐德 中世紀以後的西歐德 因為中世紀 我後沒有理到 他曾經經歷過文明的後白期 所以他們過去所有的東西 幾乎都 學術都消失了 很多東西是透過 伊斯蘭德才得到的 好 那麼在這邊的話 就是 大家為你介紹幾個重要的 伊斯蘭德國 那麼 當然是有一個困難 不明子 我都不會發 那 慶貝這不是我的問題 這個 歐洲問題也不太會發 所以他們都把我把他名字 拉平化 那這個呢 這位 公元780年 半公元850年 算是波斯等 數學家 但是已經是波斯 伊斯蘭政府的教育 他是阿巴斯寶朝 裡面 做成數學家 動學家 地理學家 這阿巴斯寶朝 阿巴斯寶朝 你看他們教育就很麻煩 我們以前學的時候 我還在寫 黑丁大使 綠丁大使 馬丁大使 但是 那個 阿巴斯寶朝 就是馬丁大使 那麼 黑丁大使應該是指那個 第一個王朝 在大馬子宮的天上 綠丁大使是指在西班牙的那個王朝 那麼 阿巴斯王朝 最出名的就是怎麼樣 他的首名 八點 阿巴斯寶朝 阿巴斯寶朝 還沒有人知道 那 當你今天印象中的巴斯寶朝 就是 被轟炸的那個城市 可是 古代巴斯寶朝 是 取代了 來的三國城 成為國際的中心 一個城市 在 回到我們 國伊斯蘭帝國的時候 阿巴斯寶朝 為什麼呢 因為阿巴斯寶朝 其實 他並不是 他真正在裡面 很古代 都並不是阿拉伯 有的是佛斯人 但是都是西方伊斯蘭教 原來佛斯人 並不是西方伊斯蘭教 甚至在公元七四季的時候 他還不是 薩薩 阿巴斯寶朝 西方伊斯蘭教 但是是在伊斯蘭 被伊斯蘭征服 但是呢 很快了 他們原來的這個學問 當時還是不想下來 繼續有所 貢獻 那這個 阿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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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他名字 就會連接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阿巴黎 計算 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有很重要的一個貢獻 就是怎麼樣 他提出來了一個 簡單的代數 代數 那他留下來的製作呢 也有這幾塊 你先回去跟 這個 再接觸的製作 那麼有三個 七個項目 然後很多的貢獻 蠻多的貢獻 蠻多的貢獻 那麼 這是 那這些裡面呢 有些不只是 古西大人 或者 這是古巴黎 的時代上 流出來下 事實上 因為我們講過 伊斯蘭的一股擴張 所以其實 他們有一個 硬度的 貢獻 有所解除 所以你可以開 西特利波羅文明 這樣是一個 融幕路可以展示 好 但是他這邊要找 那麼後來這邊呢 稍微往一點 858點到929點 那他呢 就是第一個發現這個 什麼樣 發現呢 就是地球的 靜置體 事實上 都變動 也就是靜置體在老頭 事實上應該是說 都帶有靜置體在什麼樣 也記不到 每年都不一樣 對 每年都不一樣 那這個其實當然 是不容易的事情 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 所以 伊斯蘭的平衡學家 不只是單單接受希臘的 他們也親自去做觀測 然後怎麼樣 去發現新的現象 那他的資料裡面呢 進攻是一個軍隊的進攻 那麼 在哥馬里裡面呢 後來我剛才知道 哥馬里 大家都念過哥馬里 哥馬里是 就提到他的主詞 然後 也 用過他的主詞 走來一下 聽到 但那個故事很遠 他的書 事實上 後來 曾經被發音說 這就是西班牙 這就是西班牙 這的人都不要說 在伊斯蘭的時間 明天文學家 他還是很佛要的 在從事這 不只是 承接著希臘人 這個 建構出來 就是這樣 還不斷有所修正 那麼還在實際 做很多的翻證 所以這整個東西 他還在性情者 那甚至呢 到後來也有 大人的禮物 最多人的懷疑 都沒有 那這邊比較有名的是 這一外大人 在 阿哈斯卡 阿哈斯卡 在10250 大概是8年的時候 他就曾經去寫的一本書 就是 意思就是 對波洛基的治理 中間的治理 但是他倒是沒有去治理 到說 地球生在裡頭的中心 但是他就是 哥馬里的 他說波洛基的系統 沒有很多的細節 特別是對 EQUINT 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一直 有很高度的 反彈 三 那麼 甚至他也 明明他 那種應該是 成功軍 有很貴的那種 那種 那種 三 所以 以外 伊斯蘭的那個文學 這其實是一個 很適合的 研究的東西 用我們傳統的概念 現在的歌曲就是 歐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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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呈現的希拉圖 而在中間還轉了一手 轉了那一手 是跟沙拉圖 各位不要把一些人 都知道 一個文明的幽靈層 都算是 一個 沒有說 現在希歐文明 當然是相對來講 全小型 但他並不是一直是這樣 就是到處有活命的話 其實是生命歷史以為會有所孝順 那麼阿哈斯呢 實際上最重要的工作應該是可以說的說 但是第一個在歷史上大家是提出來說 我們到底怎麼看得到東西 提出來的 史維亞這個東西 那麼簡單的講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感覺東西有何大何小 簡單的講它就認定是物體的大小 你看到東西的臉球 看到的是光進入臉球 你看到進去到你的四層間 所以那個光你的對象都產生出來 那個光飛的頂角的大小來決定 看到的東西很大小 那麼當然它這個 不只是在 但是師父是從解剖學的角度去理解說 為什麼人家為你失去 那為什麼有時候會有一些 我們在看頭的話 譬如說 你怎麼去解釋說 以前是俘人寫詩嘛 平樂辦的東西 做了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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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覺得看了真的在生活的時候 為什麼 你怎麼解釋 好 為什麼大家問你 為什麼覺得月亮再跟著你走 很簡單 因為當你走的時候你的景觀 你做到的景觀 甚至相對的都在變化 可是月亮因為它距離很遠 它相對來講沒有變化對不對 所以感覺起來是 你在走的時候 你知道你在走 因為你的景象一直在變化 它變化 但是月亮相對來講沒有變化的話 月亮看起來就好像跟你一起在講對不對 那這當然是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你自己想一想 這其實是一個精度很大 開始嘗試去理解 為什麼我們看得到 那你一直在講 光線的這個 作用 光線 那他們這個 他們 很可惜的是他們 QGN802 進一步去把他拿出 這個 給了 但是這是一個開關 就是光線 好 那這個呢 接下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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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叫做Russi 那是阿里 Russi 那這一個也是一個摩斯人 那當然也就是一個 學者會的學者 他的時代又比較 是史太志氣 那麼史太志氣的話呢 實際上他比較特別 因為他活著時代 相對也請 前面請的的時候呢 那麼活著時代呢 基本上還是 伊斯蘭是主宰 政治上主宰的意念 可是到了他那時候呢 他還要活在 蒙古政府的時代 所以伊斯蘭是被蒙古人 沒有要做一個 感染症斷 所以其實他後來 只是為了摩古大安來 祝福大安 那麼 不過他基本上是 波斯人 你們知道 阿里達 曾經就是被蒙古人 純誠過 所以整個伊斯蘭的 文明的高峰 就是怎麼樣 這整個是 突然之間 被摩古的伊斯蘭 敲禮掉 敲禮掉 所以我們在歷史課本裡面 常常會做阿拉正在那裡 說好像很多難過耶 其實常做人不能做的耶 他避當蒙古人的伊斯蘭 整個在蒙古人 蒙古的歷史 不一定是會做國家 從南邊跟蒙古 就是這樣 拍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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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結果 誰才要外面吹 那除此之外 基本上 蒙古人對做 蒙古 蒙古 戰武勝 那你在歷史 蒙古旁邊 往西邊 一直打到 接近 就出現在 波蘭的邊境 但是因為他怎麼樣 拔圖犧牲嗎 但是當時呢 大漢 後果還是掉了 所以拔圖回去開啟了 推舉大漢 大家會 所以 犧牲在這裡 所以今天 俄羅斯還有很多 譬如說我今天最近 常聽到 柯里米亞 柯里米亞很多打扮 原先是很多打扮 那些打扮也是整個 蒙古人 那麼當然 蒙古人 帶來自己 帶來 很驚訝 因為發現說 因為是這樣的時代 還是有天文學家 產生下來 事實上 他們 甚至在這個 蒙古大漢 蒙古是豬之下 重新揮武 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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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是誰 他是 跟著哪個大漢 那個 蒙古 序列武 他叫序列武 他叫序列武是誰 這以前 活動都會有 他就是 他就是 帶來的這個 蒙古兵 進攻這個 伊斯蘭的事件 序列武 那他建議請伊爾汗 對 伊爾汗 那 Russi的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就是 他可以做這個 所謂Russi 那當然 這是一個很刺巧的東西 就是說 他的效果 會 伊捆 但是呢 改變起來 又合理 你可以想像得到 他設計這個東西 是怎麼樣 就是讓一個 在另外一個 形態怎麼樣 西他人 常常是讓別人 沿著遠在著 你可以發現 你可以讓 在裡面 這個並沒有違反西他人 設下的規則 對不對 然後你就可以把 這樣子的話 把 那麼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 小的圓 跟大的 怎麼樣 交接的 相切的 一般 要再做一個 解決運動 所以呢 你就可以把 這個是一個 那他用這個 來解釋什麼 就是 解釋一些 內閒心的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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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 就 取代了 一般 那 我們直接講 一般 就是最不自然的一個設計 那 Russi Carmot 後來也被 柯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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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有機會去看柯百雅 那麼 Russi呢 事實上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 柯百雅 柯百雅 這些柯百雅 學者的貢獻 在我們的教科書都沒有遇到 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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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識教育其實是很偏差的 論到 這個 世界史就是 西洋史 論到 東亞史就是 中國史 那麼 伊斯蘭好像就消失了 又或者不見了 黃沐爾帝國也沒遇到 那麼 那麼 悅南也不念太佛 這些國家 但是 這個 其實 給你的 一個世界 就是一個很狹隘的世界 所以 很難想 伊斯蘭世界 這個重要 中國有魔力 中國有貢獻的 這很可惜 因為 這樣子 連帶著 你在做完說 過激 關係的理解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很大的電差 有時候 阿洛摩爾就是搞 偷破到魔力 所以這個 當然是一個 要敞開自己心胸 阿 的一個地方 那你 敞開你的心胸 一定要打破你的 你的界線 各位 你身上最重要的界線 是什麼 如果 你很認真 這個學生的話 你過去所學的 就是你的界線 好 怎麼樣 真的都要搭 怎麼樣 好 那富士呢 台灣還是一樣 好 批判這個 跟牌子 主要是用 很多的事情 那甚至 他也有心情說 地球是不是真的是禁止 是不是禁止 可是他認為說 摸摩爾幣之前的這些 會有正經覆余 不是決定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對希臘人 地球是禁止的 還有很多的 考量 譬如說 悟性的考量 對不對 風跟火是往上的 水跟地是往下的 所以地球是 就是在希臘人的想像天 只有地球是死 是不是 是 泥土做成 其他的星球是 風跟水 行程 但根本就是我們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東西 那當然這些東西 都可以被挑戰 因為這個其實沒有任何的證據 去寫 對不對 那當然他們有什麼 都有 我有知道 老實實到 nosso 是 他們 非常小的星系 非常經歷的星系 在非常高有的 這本的星系都是很多的星系 人類第一次知道就是一個星系 那個銀河之很多星系 知道了1610點上 Galileo Galeileo 拿網已經離開了之後 第一次了解他的星系 那其實伊斯蘭學生有這樣想過 好 那所以當然的正特性呢 這邊有一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伊斯蘭的國軍 沒有進去發展下去 甚至被蒙古人消 政權就要被蒙古人消滅 他還能夠維持學徒的國軍 那麼伊斯蘭的學徒國軍 為什麼在16世紀之後 二十萬圖和其在帝國 慢慢在蒙古人實力消滅之後 二十萬圖和其的帝國 也經歷起一個相當大的軍 那為什麼回教世界的這個 學徒國軍 不要他們回教 伊斯蘭時間好像在學徒上 就陷入一個體制的事情 這是一個 其實我應該來討論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麼我有看到一些的解說 那因為到後來 其實伊斯蘭世界裡面的政治的主宰症 他都發了一萬圈 一開始大阿多 後來的等級波士 後來的主角 那主角很大 他都突然 地口就是二十萬圖和其 這個並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學徒國軍 那有一種說法是因為 這些學者很深受 跟伊斯蘭的御法師之間的衝突上 那麼那是 也有的人想說是整個伊斯蘭的經濟的營量 率不下 那這跟波谷政府應該有想法 跟波谷人的政府破壞了很多的設施 所以整個經濟火力下降 經濟火力下降的時候 那會學徒國都會 火力也會跟著下降 但是這其實都很難講 我舉個例子 如果我回去看波谷復興之所以 產生的原因 並不是當時的經濟火力上升 那波谷復興的時候 百夜凋逼的時代 那很奇怪 因為黑死病之後 所以人狂大量減少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那 很不幸的是我們對伊斯蘭的 很開心 如果他真的是 對伊斯蘭的答案的話 必須對伊斯蘭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 我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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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再繼續 我們來講這個 公共的事情 好 還有沒有